這次成功了 可以打橫的 第一次 可能開Live的時候 可能就要做了一件事 所以可以打橫 起碼10點前回答問題 我看看這個iPad怎樣打橫 你好 你好 iPad怎樣打橫 好 可以了 你說美國總統何時出手 應該是下個禮拜吧 先關了那個iPad 下個禮拜我會去國務院跟他們開會 談 第一 我那時候說 我們現在在華盛頓搞這個機制 就是熱線你們可以報 就是說誰應該受到制裁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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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廣東話說 我們正在成立這個熱線的機制 你們用廣東話報了 然後還給了照片 還給了什麼 然後我們用英文 拿回去寫了一些法律字 就交給國務院 國務院就去 我們要跟那個副國務院 副國務院 副國務院 等於是 實際都是 等於龐匪奧第二那個人 副國務卿 對不起 副國務卿 對不起 跟他們開會 看看這個機制怎樣走 一會兒我會說 我都不是很複雜 好 那些故事 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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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上個禮拜這麼多動作都是 他都是看看美國有什麼反應 都是有一點點試探式的 當然我們香港人很慘 因為被他搞到唉 不過你們真的不會太寄望那個選舉了 就算選出來他都不會給你們決定了 選到35加 只不過他是難堪的意思 還要做一些比較難看的事情 來控制那個南會 就算贏了35加 他都不會 只不過是一種抗爭的一種 我覺得有需要一種抗爭的一種 給全世界的人看 我們沒有放棄 這個我沒有問題 但是就沒有寄望 做還做 希望還希望 一定要分開 什麼問題你們儘管問 現在10點前我回答多些問題 這個比較輕鬆些 如果不是在說話 又很難又要看問題 就很不行 TVB 現在都很多人具體建議 給國務院 在說話 他們應該怎麼制裁 這個建議就不缺 他們的資料就不缺 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條線 但是他們的考慮是全盤大棋 在說話 也就是一個永遠的 在說話 或者是其中一個人公司 給我 如果是在說話 然後他已經不寄了 其實他就不寄了 他就不寄了 他就不寄了 他們就不寄了 他就不寄了 或者是不寄了 所以他就不寄了 就看一看 下個星期就親身去開會 到時再探一些聲氣 但是這個是好事 就是推遲了那個選舉 美國就不用等那個9月了 就可以快點出手 就沒有什麼藉口等那個9月的了 不過有一樣東西它在做的就是在英國 因為制裁香港的那些官員那些人 很多香港人都是 英國的制裁就會有效很多 美國的制裁很多人就想著我不管美國 但是香港和英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有這麼多人去英國讀書以前 現在也是 英國有了BNO之後 有這麼多人想著去那裏 分分鐘有些人去那裏 或者暫時避難 或者永久避難 所以英國的制裁 會比較 美國的制裁更有效 所以當然是在一起的了 不過英國就在通過那個叫叛國法 就是說 如果沒有人解放那些時間 如果是美國的課程 如果是美國的 你們解放那些愛 你會不會買一切 他可能是 是用一個在通過 還沒通過 就是一個叛國的罪名 你套這幫所謂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那些 就是用這條法來制裁 不是用美國那套所謂什麼香港自治法 那些是美國法律 不可以在英國用的 英國也有英國的法律 他們都在搞 港外議會 是的 在搞的 就是找一些年輕人 我們都在跟他們接觸著 這次他們通緝了那幾個就好了 變了他們多點決心 暫時沒辦法回去 多點決心搞這個議會 我跟他們都在通 我不是直接跟他們通電話 就是有些人 我跟這些年輕人 他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還沒找到我 我都給他們電話了 但是我有人間接跟他們在討論 有人間接跟他們在討論 都有幾個記號的 通緝的那幾個都應該很有興趣 如果是橫店都是回不了去了 是吧 你會不會有興趣的 你會不會有的 因為那些人在討論 都被輸出來了 你會不會有興趣的嗎 它就是一個人 要給他們聽到的 就是說 把一些人做了 在北韓院的定義 去美國 在香港 掌握了一個月子 就帶了一個月子 說一年 台湾 但我們才能給它們 能夠更多 因為我昨晚都跟他們談這件事 美軍進入香港不是沒可能的 以前我就想沒可能 現在想著想著有可能 不過當然要共產黨趴在那裡 我看到警控官走路 好事啊 好事 這些人不會為了22萬人工一個月留在那裡 思維素差不多 走得好 如果中國說要拿香港人的DNA 那當然是檢查你 你可以不讓他檢查的 他硬要抽你的血 你可以不讓他抽的 你可以找回自己的醫生也可以 自己的醫生檢查了 現在美國有很多檢查手段 現在最快檢查5分鐘就搞定了 那套檢查義氣是很多的 現在美國過去幾個月 差不多4個月左右 拼命所有藥廠都研究這個檢查的手段 最快的5分鐘至15分鐘就搞定了 現在香港那套東西說要 第二天才讓你知道的 那些東西根本就是 就是美國舊那套 所以那套東西不行了 新那套應該立即是搞定 你自己檢查 你自己就不 將來很便宜 將來這些東西我估計 都是兩三百元就搞定了 那你自己找醫生檢查就可以了 將來可能做到 拿回家去檢查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是大生意 因為量大 全世界這麼多人還 現在又說要第二波第三波 這樣 所以這個檢查的 將來的儀器 差不多可以在家裡做的了 自己搞定 所以千萬不要給他檢查 不能夠談 殺了你就不要給他 你有目的的 老實說法輪功就是這樣的 抓了法輪功的人 尤其是年輕人 20歲左右的那些 因為他的器官很正 馬上就要厚水或者血檢查 檢查了之後 他當然是扣留著你 那你香港老實說 實際上香港不讓你離境 都是基本上扣留了你 那他那些真是大生意 因為換了那個器官 講了幾十萬美金 那他呢 就根本是 配到那個DNA 跟別人相配的 就是夾到是對用的 就更好過那些什麼血型 DNA那個字是小的 就是知道裡面大家有沒有 那些有沒有排斥 所以這件事是大事 就說 不要給他檢查 死也不要給他檢查 他不能這樣壓著你 香港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壓著你 一定要拿你的口水 他抓了你 你都可以不給他 給他檢查 死也不用 《國安法》通緝 我說是呀 為什麼沒有我的份 現在真是慘 有些人在美國很可愛的 他說為什麼呢 現在在大陸的網上 又可以查得到我的東西 他沒有拿我的電名 拉下來 又沒有見到共產黨攻擊我 現在這次的通緝 又沒有我的份 又沒有我的份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攻擊我 那些人 那些人 我不想說命 那些人 經常都說我是共產黨 派來這裡 搞亂他們 要派我來這裡 搞亂特朗普的選舉 你說那些人想事情 真是 九曲十三彎 我真的服了 但是 想像力豐富到這麼厲害 不過 沒有通緝 我變成真是 好像 好像 不太公平 不給我面子 通緝了我 變成我可以在美國政府那裏說話 硬很多 通緝了我 我是真鳥 我那個人 沒有所謂 已經是立了 立心和他作對 不怕付出代價 為什麼 共產黨 他很頑皮 都沒有牌 每天都在哪裏搞你們 共產黨最厲害就是 搞自己的老百姓 就是 租賊自己的老百姓 他還什麼牌 他沒有牌 他輸得他一愣 我叫你外交部出來說兩句 他找個崔天凱 又說我們立場無比 我們和你什麼什麼 外交部的人又沒有什麼權的 權不在外交部身上 那麼習近平就叫做有心無力 他又說想頂住又做強國 你沒有這樣的角力 自己的意志又不夠強 你哪裏 差得太遠了 經濟越講越差 現在沒有眼睛看 這個警察官有沒有做過壞事 好像沒有 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組織過我們的人 這個警察官員會說的 他們有很多話說給我聽 美國出手太慢 這件事它是行程序的 這個是官僚作風 但是我們 你又要這樣想 你說人家出手太慢 我都覺得很慢 我們香港人當然心急 那些客人都入獄 也可以這麼說我們太心急 可以這麼說 你看東西要平衡一點 當然我們那些年輕人在吃苦 大家知道 還有被人通緝的那種心境是很痛苦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年紀大 就看一看 這些都是一種磨煉 對年輕人 未接受過這些磨煉 將來你會不會選他做 選他做你們的領導 這些就是他在拿分 你講老實話 一個如果沒有受過磨煉的人 將來你選議員也好 選特首也好 你會不會選他 所以他們自己在累積他們的經歷 不是壞事 都不會選擇 我們親自去做 這個可以選擇 一人的 我待會用這個名字 如果不認識的話 去查一下這個名字 大陸叫它做《中國近代天下第一漢奸》那個是誰 美國大選沒有延期 只不過川普說 如果你們說疫情這麼嚴重 要用郵寄的辦法來投票 他們是不贊成的 他說郵寄這件事太多作弊了 所以這樣 是否可能 他後面打了幾個問號 是否可能要延期呢 但是這句話 所有那些主流媒體 那些反對派 當然是拿它大操作一番 這個時間又不好 剛剛就說在我們那個延期之前 好像給了香港那個理由那樣 實際上不是的 他不是只不過拋出來 是他講開那個郵寄 那個 就是用信來投票 那個 他說這件事不妥的 有很多很多作弊的 所以就搞成了這件事 就是他問回一句話而已 他沒有說要這樣做 但是他也說要這樣做 如果他真的要延期的話 如果他的延期是得到國會批准的話 或者有一種 看看他的法律裡面怎麼寫的延期 好像我們都有延期14天的 是吧 就是如果是合法的延期 就是不是錯的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就不是了 我們現在他說要拿回去北京 那我們香港的立法局用來做什麼的 應該 我們的立法局還是有效的 到九月多 應該就應該我們自己立法會通過這個延期的嘛 那就是合法的 但是你拿去北京就不合法的了 你拿去北京 又是跳過了我們那個立法權 這個法律是我們完全是我們一國兩制的 在我們的權力之下 中共根本就沒有權利 你知道林鄭又怕什麼 那幫立法局議員又怕被制裁 所以他們可能他們談完之後 北京寧願被人罵 有沒有被人跟蹤呢 都沒有 暫時沒有 我的行蹤都挺保密的 就是 不過就不排除了 那個問題呢 我現在對 我現在對共產黨的威脅 如果你想清楚都是一種威脅 都挺有一定的威脅 因為我就不講其它東西的了 那些什麼經濟政權 我都不講的了 我就是針對滅共 所以它應該是對付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 聲音都不聲 他們經常都說 我在大陸的網上都查得到我的資料 就是沒有拿走 但是其它人都拿走了 就是我沒有拿走 不知道為什麼 搞到我也不好意思 他們都說我是共產黨派 不算其他人都說 我真的覺得沒有拿走 我又有很多機會 就是整個洛杉磊 那個人都說 那些人都說 我沒有拿走 我現在想知道 那麼可能 你都說 你也要不想知道 這個人都說 這是我挺好的 還有我的心態 這 backups 你看我就是 有一件事 就是你們知道 我們去年香港的後面的黑手就是孫力軍 孫力軍你知道了 四月多就被中共抓了 他做什麼呢 他實際上是派去武漢的 他派去武漢做保密 他是負責整個武漢 那時候 差不多在講一月底 他是負責整個武漢治安 這樣就很大權力了 他又拿了那些資料 北京怎樣瞞著疫情 遲了報 他拿了很多證據 還有在實驗室裡面 怎樣在實驗室裡面流出來 他有證據的孫力軍 他拿了這個證據 寄給澳洲的老婆 不知道找人帶他去 寄給他 誰知道中間就被澳洲的所謂的情報部門 就拿住了 不是拿住了 就是看到內容 所以澳洲是第一個提出 說那些病毒是大陸要求賠償的 澳洲有兩個議員 查回 每個 beginnen的人 有20 Rock ao 12 仔的人 考慮他之後拿一些情報 我們的意見 那些新的證據 想請他想選 grimx TV отдел 你要對他 這個法令比他每個遺失 他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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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謂的人 算是多萬分 你真正的說沒有 自認真是幾下的 那個藍相都是99%的 那時候被控制信 中共就立刻查了 到底怎麼流出去 一查查到孫力軍 這樣就傷窺了孫力軍 現在孫力軍拘捕了 這個人很大罪 銅鑼灣事件也是他搞的 蕭建華事件也是他搞的 接著派武警進來香港 打人 強姦 殺人都是他搞的 這個人就是未得到常委同意在做跨境執法 所以現在基本上拿它控制了 拿它控制了 就是抓了 所以澳洲就反而掌握有一個情報 就是說這個是實驗室做的情報 這次我推斷了 不過我當然有一定的信心 我才敢推斷 以前上個星期在開會 就拿這些情報給了美國 這些證據給了美國 美國就更加肯定 所以特朗普後來又出來講幾句話 又更加肯定 這個是中國的生化武器 就是這樣說 所以這個決心 打他的決心又大了 又大了 我開了一個風扇 不好意思太遠了 對不起 十點正開波 各位您好 現在剛剛十點了 這麼捧場 真是多謝多謝 我今天主題 主題大家都最有興趣就是聽過制裁 但是我講得好實話 我來美國的任務不是來搞制裁 只不過我多了時間出來 我順便搞一下 我的任務真是 我已經做得幾好 在進展中 就是在美國的議會要求下個決議 說中國共產黨是跨國犯罪集團 他的黨員是犯罪分子 這個我要做的 在議會裡面我這樣做 然後在美國的司法部呢 要求他 又是定他們 定他們為 又是英文用 定性也好 定名也好 中國共產黨是跨國犯罪集團 還有什麼 還有一條罪的 這兩件事是正在行的 現在我已經做了事了 就叫律師給了信他 就是那個決議又是和他起賣稿了 他們已經改好了 其中有一個議員叫Scott Perry 和我很好 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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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幾好討論 信了一個我們 他就和那個Yoho 我第一次由兩個議員提議 就可以進去議會了 這個就不是決議 應該成功的機會大 但是現在你們都知道了 你和民主黨的共和黨和民主黨 吵到一塌糊塗 吵到一塌糊塗 一般來說 關於那個 關於那個 所謂的 確免權 國家確免權 剛剛昨天 在參議員那裡 基本上是 那個小組 參議員裡面的小組通過了 小組通過了 基本上是參議員都通過了 但是到了眾議員那時候 民主黨是多票數的 所以分分鐘又會否定 現在他們兩個黨 吵到一塌糊塗 就算是關於中國的事情 以前所有事情都合作 現在就看哪些事情了 他們民主黨分分鐘就不配合 他們也要看他的選舉 他們幫你過了一條法 他們要看你得到什麼好處 講到最後對他們來說的權 政權是很重要的 誰執政那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所做的事情 已經在 我所謂來這裡的 mission 但是我又不可以 閉上眼睛不理那些 現在港府也好 中共也好 這樣對我們香港人 這件事 講老實說 不是我的主要任務 但是 我就是不得不做 因為這麼嚴重 那我就很幸運 在國務院裡面 基本上有兩個非常好的關係 一個就是 我不說名字了 就是叫做 中共叫做 中國近代史第一韓奸 昨晚我和他們一起吃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 副國務卿 叫做Destro 我下個星期和他們開會 但是我先講制裁 制裁 對我們來說是最迫切的事 但是你不要 不要叫我去那裡 我會盡我全力 但是你要我答應什麼 因為不是我簽的 最後都是特朗普要簽的 這個制裁 就是會因為 因為DQ我們的十二位 拘捕了四個人 就遲了大耀廷 還有推遲了一年的選舉 因為這幾件事 美國覺得就沒有需要等了 原本就等了 你要看他的表現 九月那個 立法國議會的表現 但是現在就不需要等了 所以我下個星期 我就跟他開會 開會 我昨晚都試探了 我說 不如我說罪魁禍首 當然是中共 但是中共你還沒有想著 怎麼對 那個我在搞的 那個叫跨國 跨國什麼 跨國犯罪集團 那個是正在做的事情 那下一級就是香港政府 罪魁禍首 未必是香港的官員 又未必是警察 又未必是團體個人 實際是香港政府 為什麼你不制裁香港政府呢 他說為什麼制裁香港政府 金管局 不讓他換美金 我說這招很辣的 如果這招一出 那港幣就散了 那港股也散了 我說這招最辣 而且你不用馬上出 你警告他就可以了 說30天就嚇到他爛搖了 那他們說 那昨天那個漢奸跟我說 他說 我們想的事情 比你想的還完整 就是說我當然是他們的 他們是正式做這一行的 是吧 那他們有很多情報人員 有很多想法的人 那我只不過是一個人 我想多少都不夠他們 那他們說 那我就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了 就是說我們想的事情 完全 你說的事情 意思就是說 我說的事情他們都想了 那他們都想要做 那現在就是時間問題了 你們不用怕他們重不重手 我就看看 下個星期去跟他們開會 搞清楚他們的時間 就是我們希望下個星期 全部都要動手了 是吧 但是我們一定要分開兩樣東西 報仇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長期香港的光復的問題 所以制裁要在這件事情分開 主題和次題 主題就是要幫我們光復 這樣就 報仇是很重要 但是這個不可以是優先的 就是一定要拿這件事情 大家要看清楚 那就一個人的思維要清晰 我們攬炒就是為了長期利益 短期犧牲長期利益 就不要被這個報復捲進去 就忘記了長期利益 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清醒 不是我 因為我清醒 因為我在這裏 就沒有直接受到那個迫害 所以我就比較可以離開 距離看看 那昨天就吃晚飯了 我就傾氣 我想去英國 我就怕回不了美國 幫不幫到手 他說這件事情真的很難幫你了 因為這個是國家政策 而且是一個 這個不是他們 這個務院負責的 這件事情是誰負責的 就是CDC NHR 就是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 NHI 就是總統他們 有一幫人 經常都天天在講 那些疫情的問題 是他們負責 那他們的務院就沒有權去管 這件事 就是關於那個 關於隔離的問題 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去英國 直接回來 那如果不回來的話 就要去找一個 另外一個國家 我不想講名 免得 有安全問題 不是 疫情沒有這麼嚴重 我國家 又留十四天之後 才可以回來美國 那你變成我 如果去英國一個星期 又要去那個國家 又要兩個星期 加上三個星期 我這裡很多事情做 所以我現在都是 心大心小 不敢離開 那英國呢 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告 現在有了這個通緝令之後 在英國 你們知道誰是在英國的了 做原告的機會就大了 因為他都走投無路了 而且都要反擊 被共產黨搞到這樣 我就需要一個第一原告 來告氣 以後那些可以再參加 可以不斷增加 但是第一原告很重要的 在這裡聊著 律師和他聊著 這就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去英國的一件事 就是經常都在說 那個臨時議會 這個臨時議會 就是 我昨晚都探望他的口氣 我說怎麼看啊 他說 不是容易 他說good luck 或者叫共產黨放棄 放棄主權當然難 我說不是啊 你打到牌子的時候 又可以說啊 他說是 他又不敢 就是好像 你知道吧 人家做本那些很保守的 真是做事 不敢亂答應 他就不說 跟著我說 我就拿回主權先 叫英國保留先 他說不是啊 他說有一個 叫做聯合國 就暫管 這個 主權暫管 有幾個國家以前做過的 實際呢 當時都是給了美國管的 我現在就被人查這件事 就是合不合理 就是說 當中共被人打到怕的時候 就 如果你說拿走他的主權 他會很大的 很大的反抗 但是呢 就說那個主權 就給回聯合國管 還是聯合國呢 譬如委託美國去管 這件事呢 你們查回了 我不想 你們查回了 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很多次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他們 他們說給我聽 是那個大漢奸 說給我聽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咦 將來不是你爬了我 做大漢奸 就是說我 出賣了香港 出賣了中國 出賣了香港 我都搞不清楚誰 那就好笑 就是大家聊得好幾好 就是很隨便的 這個制裁呢 就是我的看法 總結局來說 看法呢 他們在美國是有準備的了 老早準備好了 就原本呢 就想著呢 就是到那個90天 就是說呢 就差不多是 選舉完了之後 就是我們9月選舉之後 他有個結論 然後呢 就決定怎樣制裁 那現在就不用了 那現在根本就是 完全是破壞了那個選舉 又破壞了那個基本法 又破壞了中英國的聲明 又破壞了美國那個自治法 美國實際是三條法律的 對香港 一個就是美國去年那個人權 人權什麼 人權民主法 美國有三條法律 是保護香港的 那基本上就是 破壞了 所以他現在制裁是好時間 但是制裁 為什麼制裁到 對我們香港有長期利益 不是說幫我們出口氣 那麼簡單 這件事情 我這幾天都會想 下個禮拜開會的時候 我一定要提出 一定要制裁到我們 就是合乎我們這個 所謂光復香港的目的 那麽都很嚴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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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他們現在 就是他昨天表示過的意思 就是他説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 內行的人出來出來 我聽到他說 原來我們每天 香港每天 有1,000億美金的交易 人民幣港幣美金 那個交易 是1,000億的 他說這條數不是小 但是當然比起全世界來講 就不是大的 有1,2% 全世界的美金交易 還有1,2% 但是香港這個數字 都不是小的 他們看一下有些日數很高 可能就是大陸在外國 調美金回來香港 用來救市 用來救大 就是用來運用 你知道過去那幾月 他們在那裏撐股市 又撐港幣 又叫中共 叫外國那些國企也好 什麼也好 很多美金的錢 全部叫回來 所謂用來勤王 他們正在研究 他說當然 他們美國人 就不想 美金 全世界的不想失去平衡 所以他們要很小心 如果要制裁香港 所謂換美金的人 他又要美國的財政部 和他的所謂銀行管理 他的銀行管理 和聯署 美聯署 要幾個部門一起配合 只可以做這件事 但是他們都在開會 他們有一個叫做task force 實際就是那四人幫 就是蓬蓬佩奧 還有O'Brien O'Brien就是安全顧問 然後就是國防部長 ASPA 和司法部長巴 他們的四人幫 就是對付中共的 對付中共 基本上聯署都幾配合 聯署是所謂是獨立的 不是在白宮裏面的 不是所謂的行政 但是都幾配合 我下個禮拜也知道詳細 但是我的估計就是 接下來這個禮拜要出手了 因為他們都看到香港 那種被人迫害的那種慘化 在香港的一位 現在這個禮拜 就是有一個禮拜 那是香港的禮拜 這個禮拜 就是要用一個禮拜 那是香港禮拜 什麽呢 就是有一個禮拜 那些禮拜 也在歐洲 我想跟他們談談 先頭他們問我有沒有意思 我說沒有 你不要理會我 就一定要找年輕人來做 我會跟他們和美國國務院搞好關係 他們都認識 但是他們就沒有表達到自己的意願 那幫年輕人 那幫有名的 有名的 不是這些無名字的 你們都知道哪幾個了 我就是要和美國表達到這個意思 他們完全有 他們去年來到都有見過 有見過國會 有見過國務院 但是我們一定要表達這個意思 說我們要自決 因為他們實際這幫有名的年輕人 都不是街上抗爭的那幫年輕人 又不是一件事 有不同的 但是我呢 就支持那些所謂自決自治的人 大家講清楚 反而我對那些所謂 想著將來還有那些所謂 還有那些幻想說可以控制到那個 那個立法會那些 我就不太同意 為什麼呢 就算讓你做到35家 但是呢 共產黨都會破壞了你 破壞了你的35家的實權 他一定要打敗你 這個就是他共產黨的本性 怎麼可能給你們來做事呢 共產黨一件事 權 他權不能和你分享的 你不用想的了 就是你用來抗爭 我完全明白 我完全贊同 我完全支持 但是你說真是給你權利 或者你說頂住他 不讓他繼續 很快地腐蝕香港的司法制度 這個我都同意 但是你說要控制立法會呢 這個呢 就只不過是唯一就是用來頂住他 說得老實話 就不是 你沒有改變不了任何共產黨要做的事 可以拖慢他 但是呢 就不能說 不能說 要控制 這個控制 如果是這個 我都明白 所以徹底的話 真的一定要 美國人打到他趴在這裏 我們趕他出場 不讓他在香港留在這裏 這只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和那個大漢家聊天 我們還談到中國的問題 那些秘密就不說了 但是他們都在想著將來 將來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他們做到某個程度 他們達到他們的目的之後怎麼辦呢 就是美國人做事就不是我們中國 又說摸石頭過海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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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一套整套計劃的 不管將來會不會發生 他都有這個計劃的 那麼他都跟我談了香港幾個人 他很佩服黎智英先生 所以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次通緝沒有通緝他呢 就是可能呢 因為黎智英說得很好 他說上次黎智英來美國 前幾個月不是來過美國的 是嗎 去年就是前幾個月來過 他說有一個智庫訪問他叫CSIS 那麼黎智英說得很好 那麼他們問他了 你要美國怎麼幫他呀 那麼Jimmy就說 他說呢 我不用你們什麼幫 但是你們要反省一下你們自己 這幾十年來做了些什麼 你們是值得要反省一下自己的 我不是用這個翻譯的 但是都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他們美國人呢 就很佩服這句說話 因為美國人呢 就是講道理的 你罵他不要緊 你罵得有理 那基本上呢 這句說話呢 黎先生呢 就是 責備他們 要他們自己反省一下 他這幾年了 對共產黨怎麼樣 那變了這句說話呢 那這句說話呢 昨天那個大韓家跟我說呢 就在那個 現在在華盛頓 傳得很好 就是說這個人說得對 就是他沒有說要來香港 為香港拿什麼利益 因為說這件事變成自私 他說拜託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 那就很佩服 所以我現在看到呢 就黎先生呢 就在華盛頓的地位非常之高 非常之高 還有他認識很多人 他好像去年還 不知道去年還是什麼 他還請過大漢奸來香港 那個大漢奸呢 就來和香港有一個會議的 就和那個陳物中 那個做地產那個 就在那裡大家爭吵那個 所謂的那個中共的問題 那就 所以呢 我就這樣看 就是這次呢 就沒有通緝大漢奸 那可能是和美國的支持 他的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美國非常之看好這個人 看好自民 那我也很尊重自民 老實說 那你說 就是這樣頂住啊 很容易啊 所以呢 就 可惜他現在在香港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那個臨時議會 就應該是他大頭 長期抗爭 就是增加百元 生涯失次 那就沒有話說了 是吧 其他那些小孩 不幫他就行了 但是這個 這個 不容易的 當然也有很多人說 他是什麼什麼什麼 那就是 永遠都 永遠都 永遠都沒有理由統一的了 是吧 但是 你這樣的 他這個 你最重要 要受得起考驗 是吧 那其他那些 就是那些制裁 制裁那些就 那最近都說 國內都有一些幾亂下 在那裡鬥 傳出來說 曾慶紅那裡說 他 我就不看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都是李克強後面 有一幫人支持他 有一幫老人家 那就是 如果將來 真的那個 阿習的政權 有些什麼 三長兩短的話 就應該是支持李克強 他年輕的嘛 比起啊 就是李克強 那個機會就在那裡 但是他又抓不到他 他就痛腳 所以應該是有一批人 有一批元老 舊的官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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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是 那些 中的 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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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議 神經也可能講過 我說給30天的警告他 就是說一定要香港回復 那時候我還沒有講自治 我還在講這個所謂真抱船 雙真抱船 就一定要香港回復真抱船 給30天的警告他 如果他不做的話 就是要拿港幣和美金 直接不換得美金 直接取消了SWIFT 那差不多是我一個月前講的事情 我說如果再不行的話 再進一步 60天之後他再不做 就制裁了他大陸 當然美國那時候 都沒有現在那麼激的 當然他們說 不敢想都沒有想 現在看樣子他們在想 起碼香港在想 怎樣不讓香港悶 因為他們需要在香港打一場勝仗 這場勝仗 如果他再不打的話 特朗普的名望就真的不斷落了 他在香港 和大陸打 這個是很大的動作 但是香港打一場勝仗 對他來說就不是那麼難 損失也不是那麼大 所以他這件事 我的看法 就是香港這場仗 就是要打的 值得打的 而且要贏一場仗 對他的選情 對美國人的士氣 整件事 對我們都是一種幫助 也是給台灣看 台灣是第二戰線 香港第一戰線 第一戰線 他都不讓步 所以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是我們會盡 我們的力量 就是在香港這場仗 要打得好 雖然這個是壓我的任務 不過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變成這場仗是最重要的 我下個星期 約了副國務卿 就是談什麼呢 談這個機制 所謂這個熱線機制 熱線機制 熱線機制就是 你們譬如用廣東話 傳圖片 傳什麼 口頭報告 或者有些文字的 那就是說 一個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 可以 譬如用那個Telegram 用Telegram 就報了 報了情況之後 我們這裏美國 就找一班香港人的美國律師 就拿它寫成英文 寫到法律寫到通 就合乎那個國務院的標準 然後拿這個東西 就遞去給國務院 就有了法律的意見 說這件事是所謂真的 為什麼呢 我們老百姓不是律師 老百姓說了一段時間 那你要可以遞上去 差不多就像一張狀子一樣 那狀子要被人寫的 那現在呢 幸好呢 我們有一班年輕人 他們還沒決定 報律的身份 所以我不說他們的名字 那他們呢 就願意 用律師的語言 英文 寫好東西 就遞上去 那他第一件事已經寫好了 就是關於炒大阿耀廷那個 那我們現在要求制裁那個 十八條友仔 還有他們家屬 記得他們家屬 家屬更重要 那些壓力 那我們的封信寫好了 就是下個星期 第一封我們就交上去 那第二封呢 譬如我們抓四個人 那班選舉主任 那班選舉主任 應該就是第二批 我不管他們有沒有選舉 總之你DQ 我們就侵犯了我們人權 之後有沒有選舉 這個不重要的 重要就是你侵犯了我們那十二個人 不知道十二個人 十三個人的什麼 你們要受到制裁 那這些這樣的選舉主任呢 我的看法呢 他們都已經是餘了的了 餘了什麼 就是肯定是他們找了一些人 但是呢 你不要忘記 現在就是美國而已 那如果英國都制裁了你 你就糟糕了 那那些人呢 就是你可能跟美國可以脫離關係 但是英國你就很難脫離關係 那當然呢 將來還有歐盟 歐盟 日本 韓國 台灣自然 全部都會參與這件事 那看下你 除非你想著 在香港去回大陸 做大灣區人 如果不是呢 都起作用 那這個應該是第二批 那第三批是什麼呢 就是你延期了一年 你延期了一年 哪幾個是負責的 比出大 Thousands 這是什麼是負責的 呢 那一定是負責的 那邊是負責的 那邊是負責的 我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行政就已經碎了 他們肯肯定有的了 第一宗是戴耀廷 第二宗是拘捕四個人 有一個叫李俊華那個人要受制裁 接著DQ我們又要受制裁 接著通緝這件事就要看 要看誰負責 到時誰是上庭所謂的檢察師 就是主控的 剛剛不是有條主控的人說 那個人將來控訴我們那六個通緝犯 是誰負責這件事 你們盡量提供材料給我 我們現在有一群人 不用我自己做的 我只不過拿一些資料交給他們 他們整理 我們那條熱線 我就希望八月份就要數好了 就拿他們遞上去 然後那些證據比較確鑿一些 那些壞人 我們建議被制裁的人 我在節目那裏就肯定唱衰的全家 沒得談 這件事我們可以做得到 還有他們現在在華盛頓有一群人很支持我 有一群年輕人很支持我 我基本上很多地方都 未必願意出面 因為大家有家人 都明白了 但是他們在行動上 支持我一樣 那不關於通緝這件事 我就有些不太順氣 為什麼沒有我的名字 就好像 最壞的有些人就說 沒有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共產黨牌來的 為什麼大陸那些網易上 你的東西都沒有被人刪掉的 所以這件事就好像有人說 當然我不管 當笑話這樣說 我看看這些問題 我可以回答 制裁一定來的 我盡全力去搞它了 但是我一定要 一定要為了我們整個制度 這場仗都差不多了 好像說 現在 現在 連俄羅斯都在幫 都不站在大陸那邊 實際大陸有時候做些事情很差的 因為我最清楚 去跟俄羅斯談生意買些武器 十樣買回來都是用來抄的 那些俄羅斯人很生氣的 普京就沒有辦法 因為俄羅斯買石油 又買天然氣 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抓緊就命 但是整個俄羅斯人對中共的印象就差得不得了 說他又抄了技術 又偷了技術 所以這次他一轉身就去幫印度 根本就是軍方和武器製造廠 他們根本就是很討厭中共的 他寧願去幫印度 出兵去幫他們 所以中共真的沒有朋友 完全沒有朋友 德國就不是 五眼聯盟 照美國的內部消息就已經不是五眼了 是九眼 已經同意了 不過就沒有出聲 有很多人就不想承認 因為承認了就得罪了美國 所以這個 所謂五眼聯盟這件事 就是一個秘密來的 那我就不出聲 我可以猜 就是 日本已經在裡面 台灣已經在裡面 韓國在這裡考慮 實際上 我在內部聽到 已經是九眼聯盟 就不是五眼聯盟 已經是很多其他國家參與了 歐洲也有其他國家參與 根本就是 總之中共沒有朋友了 李桂華 對了 要搞個李桂華 它是負責拘捕那四個人的 所以幾件事 就是現在我們 如果起動了 起動了那個 那個所謂的熱線 我們將來就可以一直輸進去 因為國務院沒有這些人 懂得聽廣東話 又要和你明白香港 沒有多少個人 所以這條熱線很重要 又要保密 哪個布料的人 我們要想辦法保密 所以一定要做到非常好的保密 最好我估計 這個 Telegram 好像是俄羅斯的軟件來的 中共就破不了 但這個是不是最好的 我們還會考慮 但是到現在 我們覺得 這個Telegram 比較適合 還有一個 你們知道的 那裏不說得太多 免得害死人 所以那裏不看到 他不認真 你是怎麼說 你怎麼說 你的法國 你怎麼說 你什麼 你怎麼說 哎呀 你們這麼觸遜 你們怎麼說 一眼 你怎麼說 錢真的不會發開一些境外銀行 匯豐這件事真是很嚴重 很痛苦匯豐 所以他都是要分拆的 歐洲分拆出來 香港大陸可以賣掉 香港終止都是賣掉給大陸人 要不然怎麼搞下去 沒辦法了 兩邊受難 又被美國政府逼 又被大陸逼 除非美國快快手進來 搞定了香港 匯豐只有生存 不然每天被共產黨在這裡操作 現在搞到什麼呢 他誤會想匯豐來報復華為 這些事情都不對 根本就沒有匯豐去報他 匯豐因為前幾年被美國罰了三百多億美金 不是可以玩就笑了 他自己聘請了一間公司專門和他做檢查 這間公司自動會去報給美國聽的 所以華為這件事根本就是一間公司 就算匯豐去報他都是盡了他的法律責任 但是中共就說他出賣了華為 對 有話說 所以跟這些人沒有辦法說法律的 這幫人根本就是沒有辦法說法律 你要他們說法律 真的要三代之後 他已經是那種完全沒有法律意識 他就總之幫共產黨就叫做愛國 幫共產黨做任何壞事他都叫做愛國 所以你怎麼跟他說呢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他們溝通 所以我扯遠一點 當摩西帶了一些猶太人 猶太人在埃及做奴隸 帶了出來好像四十幾年 在那個沙漠那裏一直這樣 等他們換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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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了一兩代之後 在現在的巴勒斯坦 那時候才懂得怎樣學回讀 所以我們香港人就懂得獨立生存 所以我們香港人就懂得獨立生存 國內的人就是等著共產黨 每個月出錢給他 完全不是一件事 所以就真的跟他們合作 真的很痛苦 尤其是講到這方面 賺錢當然可以 但是跟他們合作都是非法的 賺錢的全部都是非法的 唉 我現在都敢說 你不用怕的 我不用怕拉 他通緝我更好 方便一下我這裡做事 通緝了一年 有了個銜頭 不要受通緝的 那些人馬上就不會懷疑你了 都不用 陳柑問題 如果不是一班中國人來 在美國政府裏面 他都防一下你的 因為中國太多間諜了 所以我如果有一個通緝的 那些事給人看 這張PASS很厲害 所以我很不公平 為什麼不通緝我 日本人 日本人都改變了 現在都改得很厲害 日本人 日本人 又是我們東方人的精神 又是儒家的精神 什麼都是聽政府說的 所以他就不懂得去自我思維 他們見到一個大漢奸的名字 就好像覺得很景奇 在美國這個是很普通的 一個人都應該要有獨立思維 日本人真的沒有獨立思維 所以我對日本人 真的有些 不要說了 日本人有意見 對大陸人更加有意見 日本又是這樣的 就是什麼都跟著 什麼都跟著 傳統做事 傳統做事 就是不用想 還有日本的制度 還是西澤 如果你看到我手上 他的父親祖父那些 他們全部是搞政治做收上 他們才有機會做收上 你說日本有沒有靈魂 那些是民間的人 在大學裡面 很多很多靈魂的人 但是他們永遠都入不到那個圈子 他的權力圈子 就是給他們那批所謂貴族 他們當自己是那些什麼 你知道日本 天王歸天王 跟著有一幫人 很有權 他以為他是那些 唉 所以 現在我要跟那個大漢奸 要跟他鬥 看看誰要回答 有什麼其他問題 我都記得有空的可以問答答一下 沒有問題 今年中共會不會忙 看看要看美國 所以我現在什麼都不用看 只是看美國怎麼出手 其他那些沒什麼所謂 香港發生什麼都是一個過渡 當然我們要關心 但是你要看有決定性的東西 就是美國的權鬥幾重 那些權鬥幾重 就是我們改變的一塊 但是你說中共 但是時間一拖 中國就有很多詭計了 現在基本上 很多人真的 很多人都是他買通的 在美國政界裡面 民主黨後面那些錢 民主黨現在後面的錢 他經過兩條渠道 一條就是Bloomberg 澎湃 共產黨不會直接給他們錢的 因為他給兩家公司 一家是Bloomberg 一家叫做黑石 給他賺很多很多錢 說幾百億美金 賺了就叫他捐錢 他捐錢是合法的 所以整個民主黨 實際上那些來源 所有反特朗普的錢 從哪裡來呢 就是他們有幾家賺很多錢 就是共產黨令他賺很多錢 然後叫他們去支持 他們美國公司支持美國 就好 就天公地道 所以這件事 我告訴你 就在中共後面搞鬼 特朗普現在已經清清楚楚 有了證據 你看到他好像昨天前天 直接這樣說 他說你要我輸 你看著 直接已經抹了臉 跟前澳洲外長 和國防部長來到 就給了一些真的證據 剛才10點前 我已經說了 他那個孫力軍 去年搞搞我們香港的人 搞我們去年那個 黑白 即是元朗事件 和那些大陸的武警 進來 穿香港的那些 警察那幫人 後面就是孫力軍 專門夠膽 他是國安部長 還有610的主任 他就夠膽搞跨境 原本就不准的 他就 銅鑼灣事件 去年那些武警進來 又謀殺 又強姦 那就是他做的 他做的 但是他這些人 就有很多敵人 就算在公安部裏面 他的公安部長 那些公安部裏面 跟他都是敵的 因為他做事 就很牙策 那些人不理人 那他就夠膽 就做這個所謂跨境犯法的事情 誰知道他很敵人 他那時候 武漢這件事發生 他又派給大家過去 他就是最大權 就是公安就是最大權 整個武漢的所謂的公安 就是他負責 那他乘機就拿了證據 實際他們跟江西邦 去年已經是很密的關係 就是所謂的P4 P4、P3 跟他的老闆叫孟建柱 已經很密的關係 所以孫力軍去到今年年初 去到武漢 就拿了那些證據 就是說那些隱瞞 和通電話 就是武漢和中央的領導 通電話的錄音 被他拿了 拿了之後 還有那些病毒在實驗室出來 那些證據 他真的有證據 我告訴你 那個嚴厲夢 那些是聽說來的 不可以承堂證據 那孫力軍 拿到那些可以承堂的證據 就找人拿去給他老婆 在澳洲 不知道說你什麼 誰知道中間 就被澳洲情報局截了 截了之後 澳洲就立刻立刻反應了 把他們提及 他根本發放了 QAX ノ 你記得嗎 澳洲是第一個叫追究 那年二三月就說要追究 因為他拿到孫力軍的情報 然後共產黨說 你為什麼澳洲如此清楚 共產黨一直追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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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回 所以現在香港除了最近這個國安派人進來之外 但是去年那幫無敬的就是不在香港 所以為什麼後來比較強烈呢 所以現在香港除了最近這個國安派人進來之外 但是去年那幫無敬的就是不在香港 所以為什麼後來比較強烈呢 那些黑警的問題就少了很多 所以現在美國就真的得到確確實實的證據了 延禮夢很多人相信她 我說的東西是真的 但是她不是在現場 她沒有一手證據 又沒有程堂證據 所以郭文貴都花了很多時間 郭文貴罵我們我沒有所謂 我經常都沒有機會給人罵 但是她們那邊不懂得法律 又是不懂得法律 她以為有個這樣的證人 肯出來說話就得不夠的 你知道美國人真是要有 那個可以真是material witness 他講英文就是不是material witness 不夠關鍵性 但是現在有了 特朗普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好事 這個絕對是好事 所以我們覺得 這件事 就是軍事行動 都會提升 記住我說的 這件事很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 我的資料來得很散 我又不會坐下寫這些東西 我不是不會寫真是要寫話 很浪費精神 我寫得的 如果真的要寫就寫得 不過我實際沒有這麼的精力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南海 馬六甲 這件事真的正在來 特朗普就很興奮了 因為你拿他一生一世的最重要的角度 就是要搞好美國經濟 你拿他破壞到 你拿他破壞到 上個季 一季好像整年計 不見了三十幾%的GDP 很嚴重 中共這當然是假的 中共不記得六十幾% 如果美國不記得三十幾% 中共不記得六十幾% 也不止 所以他還說有進步 你不要說 你不要相信他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美國不僅在制裁方面 這次就不客氣了 直接是有軍事的方面 現在白宮裡面 基本上已經沒有幾幾腳了 現在整件事都交給這個四人幫 那個四人幫 就是反共四人幫 你知道那四個了 蓬佩奧帶頭 但是所有事情 他們所有對付中共的事情 就經過一條管 那條管由大漢奸負責 這個就是現在的情況了 好嗎 講到這裡 我看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回答 有時間 總指 總指 我還沒有料 我知道有件事 我們真是 人們這麼生氣何君堯 你們這些臭小子 真是 好厲害 但是要擊人就找他了 南海什麼時候打 我的看法還是九月 香港黑警有份殺人 都有可能的 有些是真的跟大陸有關係 但是去年那些是 去年那些是真的 大陸那些人不少 你們這樣說 一些人 有些人不少 有些人不少 沒有人就遇到 那些人不少 其實我就被拘捕了 你要不要衝動 那些人不再敵人 就是作為一個 好像新的聯合國的一個這樣的地方 就可以有一個所謂人權法庭 人權法庭 就是說我說大陸的那些共產黨犯了這麼多 這麼多反人類的罪行 審了一百年都審不完 而且如果這個法庭在外國 我們現在就在港府中公司 還會給大陸貢徹 對 比較多 了解很難 之前有一些公司都是會監督保 所有貴 所有的我們在港府中公司 我們在港府中公司都會監督保 所有的民主權 是 所有的民主的民主 民主的民主 都會監督保 所有的民主的民主 是 就以社會 政府 民主的民主 現在 的民主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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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ed 美國的總部 新的聯合國 什麼叫做新的聯合國呢 我前幾次都提出那個叫做天賦人權 現在美國蓬佩奧想搞一個新的聯合國 現在聯合國都爛了 被中共搞到根本是一個貪污大集團 他們想現在和美國同樣有普世價值 所謂天賦人權這個價值 就成立一個新的國際團體 就準備這個就代替了現在的聯合國 我就知道 我一直都跟蹤你 我跟了整年了 這件事 我昨晚就和大康奸提出 我說不如我們香港做這個總部 而且我們還可以成立一個人權法庭 專門是針對過去七八十年 那個中共反人類的人權 就要追究 我說一定要追究所有人犯的事 不可以這樣 擲擲又沒有這件事 現在整天都是這樣 我說退黨不夠的 退黨只不過是說你後悔的意思 可以重寬 就是說重寬 但是你退黨之前 之後你做過壞事 一定要追究到底 現在現在那些人的事 在那些人的事 還有 警察都不夠的 在那些人的事 它在那些人發布 在那些人發布 所以他們在那些人發布 那些人發布 我們現在可以把他們發布 從那些人發布 因為我們香港人知道什麼叫法律 所以如果在香港建立一個這樣的人權 或者叫天賦人權法院 就是全世界的人 誰違反了這個人權的話 剝奪了別人的人權 就要拿它來這裡審 我覺得這件事 你看到我說話好像說得很虛無 但是我是針對美國人的理想 很多人老實說我們每天賺錢 就沒有空去想理想 但是美國人因為它實在是很富強的國家 它有一幫人 還有能力去想這些理想的事 不只是賺錢 因為美國實在很富庶 富庶到不得了 不需要怎麼休息 吃東西是他們收入裡面的很小部分 而且他們沒有我們香港人這麼餵食 所以他們不會花很多錢 變了他們去想這些理想的事 昨天我們還談到那些希臘 他這個天賦人權怎麼發展出來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我會一步一步 我拿一個思維講給你聽 不要緊的 共產黨不會的 我說你聽 聽都聽不懂 他們最基本的 他除了權動是你 沒有一樣是聽得懂的 所以我現在說的話 我不怕別人知道 而且沒有什麼秘密 就是要追求迎合他們將來的理想 這個理想實際上真的只有美國有 他願意花這麼多錢來做這麼多事情 他就是實際上在追求他的理想 跟利益沒有什麼關係 根本跟利益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浪費大家這麼多時間 不好意思說得很散 但是這很多事情就是 你們不要以為我講了 就是不要只講那些什麼 報復制裁那些 那些是要做的 但是你們一定要明白 別人為何要做 他為何要這麼做 那你只可以知道他將來要怎麼做 好不好 不好意思 那我下個星期 和他們開會開成怎樣 我會向你報告 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 拜拜